开始聊小米11Ultra之前 先问大家一个问题 你们有在购物网站上买过这样的手机壳吗? 有的扣1,没有的扣0 我自己是买过很多类似的壳 因为我还是很喜欢这种将整个摄像头区域延展的撞色设计 让手机看起来有种数码相机的感觉 那随着现在手机越做越厚 设想模组越来越突出 这种壳由于本身就叫厚重 好像越来越不被市场认可了 很多店都已经下架了 去年我就想给我自用的S20 Plus配一个这样的壳 因为它的背部设计在20年真的有点平平无奇了 但一直没有找到 所以我一直希望有厂商能直接在机身上做出这样的设计 去年的一加8T赛博朋克定制版做到了类似的效果 但我想不是所有人都能驾驭这种风格的吧 因此早前在网上看到小米11 Ultra的爆料图时 有种理想照进现实的感觉 我还是很期待正机的实际效果的 到时候可以说喜悠参半吧 让我惊喜的是 这次小米重新回归了陶瓷机身 虽然整体还是不及当年Mix2的Unibody 但采用陶瓷意味着裸奔的时候 完全不用担心后盖会出现划痕 就比如这台4年前的Mix2 整个后盖和边框都跟新的一样 而让我失望的是 那个比想象中突起程度还要严重的摄像模组 真的很难让我裸奔使用 说实话 小米11 Ultra 236克的重量 我其实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因为我之前用的手机 兼顾R2 魅族10G Pro 三星S21 Ultra 每个都超过了220克 但他们的摄像模组都不会阻挡我的食指 给手机做一个有力的支撑 而11 Ultra 如果我将食指放置于摄像模组上 过多的凸起会导致整个食指全空 很不利于单手掌控 这样我只能顺势将握姿下移 这时候另一个问题就会出现了 视觉上给人头重脚轻的感觉 会实际传递到手感上 再加上陶瓷本身就有点滑滑的质感 打在手里真的没有安全感 毕竟这是在卖近7000块钱的手机 万一摔了还是挺令人心疼的 当然握着手感阴影而异 我在网上也看到过 有人表示很喜欢这个凸起 因为可以直接将食指顶在凸起的位置 比较省力 我也尝试了一下 但我觉得这样的指甲会很难受 因为凸起处并不是平整的 而是陶瓷背板与相机金属边缘 之间还有一层凹线的塑料 毫不夸张的说 我如果指甲卡进去一次 就会个影很久 屏幕前的各位会有相同的感受吗 万在栽目中交流 告诉我 都是我一个人会这样觉得 要缓解凸起的不适 戴上包装内自来的清水套会好伤很多 此时的镜头模组凸起 就没那么夸张了 如果你戴的是官方149的皮质保护壳 那么基本上镜头凸起的影响 就微乎其微了 我个人觉得小米11 Ultra 日常还是很适合戴壳使用的 一是这次小米11 Ultra的提升厚度 意外的控制得不错 只有8.38mm 戴壳后的厚度还是比较正常的 二是小米11 Ultra的屏幕 典用了小米11的四曲面设计 之前一直被人诟病的屏幕小耳朵问题 也保留了下来 戴壳的话能有效地缓解这一现象 所以除了摄像头凸起严重外 对小米11 Ultra的整个外观设计 我还是很满意的 而且从市场的反馈来看 虽然没丑一人而异 至少辨识度上取得的成功 已经从销量中体现了 手机来到六线档位 辨识度对于目标用户来说 绝对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考虑因素 小米从以前没有设计 就是最好的设计 到现在可以做出符合消费者心目中 高端手机的设计ID 这一点还是值得肯定的 毫不夸张地说 这次的外观设计 在小米数字系列中 买出了重要的一步 那除了极具辨识度的外观 会是很多人想去购买的一大动力 我想此次小米11 Ultra 极致对调的摄像头 也是很多人十分期待的点 除了那颗首发超大尺寸 GN2传感器的主摄外 在长焦和超广角镜头上 也用上了主摄级别的传感器 IMX586 在其他家重点宣传双主摄的同时 小米用上了双主摄 加超大主摄的方案 确实硬件上就在今年的星期中 找不到太多的对手 因此为了探究小米11 Ultra的影像能力 我们选择了历来 安卓机皇呼声最高的三星S系列 刚好小米11 Ultra 在更新DXO固件的同时 三星也引来一次 相机方面的重要的系统更新 顺便再来看看 除了影像能力外 自成安卓之光的小米11 Ultra 在其他方面能不能问顶安卓机皇 首先来看主摄 白天情况下 两者表现可以说是互有胜负 三星凭借着更高的像素 以及偏向锐化的调教 绝大多数样张里 在中心画质和边缘画质上 要略强于小米 而小米的优势在于 它的HDR更为暴力 能表现出更好的宽容度 这组样当中 就能看到小米 有着更好的暗部细节 同样到了夜晚 凭借着更积极的HDR 小米对于复杂光源的压制上 也要更加纯净 S2 Ultra在亮部压得 没有小米低的情况下 暗部整体还要更暗 但小米的HDR 偶尔也会有翻车的情况 就是逆光场景下 对于太阳的还原不到位 光源上比较奇怪 同时软件方面 小米的自动HDR出发算法 还需要改进 就比如这组上场中的吊灯 由于HDR没有出发 导致毫无灯光细节 需要手动开启 而到了极限入光环境里 小米的大抵优势 被静度放大 整个画面的亮度 要比S2 Ultra跟上一个层次 不过在夜晚的排名横上 小米拍出来的照片 还是会有些偏绿 超光角镜头上 一直以来 对三星的超光角 都是高度肯定的 一大原因就在于 它拍得足够广 等效13毫米 就是能比其他家的超光角 拍到更多的画面 而这次小米11 Ultra的超光角 冷销焦距来到了12毫米 就是目前市面上 最广的超光角 虽然不可避免的 带来了更严重的边缘积变 但有时也正是因为 超广的视角和积变的存在 能更容易拍摄出一些 比较有壮阔感的画面 毕竟积变可以后继修 或者裁切 但缺失的画面 是没办法补救的 至于超光角镜头 经常出现的紫边现象 更新完DXO固件后 小米11 Ultra明显要控制得更好 不过边缘画质 由于更广的画面 衰减程度还是要更加严重 长焦镜头方面 原本我对于小米11 Ultra 并没有抱太大的期望 毕竟它只有一颗 5倍的潜望式长焦 问焦段的使用性 肯定是不如三星的三倍光变 再潜望近10倍的 所以在3倍到5倍这个焦段 三星完胜没有悬念 即使小米在更新了MIUI 12.5后 在3到4.9倍 才用主摄 再潜望近融合生成的方式后 这个结论也依然成立 到了5倍 小米开始掉用潜望近后 画质能得到明显的反超 就当我觉得继续变焦达到10倍之后 三星又能反超有明显的优势 结果发现 小米这个通过大底 加融合算法 实现了10倍变焦 居然能达到三星 原生10倍光变的8到9成 对比另一款10倍光变的 华为Mate 40 Pro Plus 也看不出解极力上的劣势 甚至 在室内一些光线比较弱的场景里 由于三星这颗10倍镜头 较小的光圈和传感器尺寸 小米11 Ultra 平均的大底的优势 实现了画质上的反超 这样的表现 打破了我之前 在同家围手机上 原生光学面胶 一定吊打数码才接的刻板认知 那从样张的综合结果看 MOS小米11 Ultra的表现要更好 而且 这还是在小米 还没有完全吃透 这根7N2的情况下 实际使用中 你确实能感觉到 还有不少的潜力 但如果你让我选择 我还是会选择三星 S11 Ultra的影响系统 不仅仅是因为 多出的内颗三倍长焦 覆盖的焦段更加实用 更重要的是 整个S11 Ultra的相机系统 在拍摄体验上 要比小米11 Ultra好上不少 这里我说的拍摄体验 不是单纯的 三星的快门延迟更小一些 三星的边胶动画做得更好 再或是三星的长焦 曲景框更稳 而是三星在不同镜头上 做出了硬件参入商的取舍 使得四颗镜头 在拍摄体验上 更倾向于一颗镜头 我虽然不是专业搞摄影的 但身边还是会有些这样的朋友 我会发现 他们有人为了更好的画质 放弃使用更为方便的变焦镜头 而使用一颗定焦头 在我看来 小米的做法就有点类似 一切都是以每颗镜头的画质为优先 采用硬件参数更加抢眼的传感器 但忽视了其副作用 对于整个拍摄流程的影响 其中造成最重要影响的一大因素 就是最近对焦距离了 小米10U Ultra 三颗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 相比于大部分手机的镜头 比较远 这里简单解释一下 最近对焦距离是什么 就是指相机可以靠近 被摄物体的最短距离 超出这个限度后 镜头将无法对焦 所以最受影响的 就是每颗镜头的对焦能力 由于大体的原因 无论是三星S21 Ultra 或者小米11U Ultra 主摄拍摄近距离物体 比如文字或者美食时 很容易出现散景的现象 就比如 我因为想拍摄储窗内的模型 但又不希望玻璃上的反光影响画面 只能将手机紧贴涂窗拍摄 这时候两台手机你会发现 对不上焦的情况 小米要更加严重一些 担心此时的做法 不调用超广角镜头的微距能力 来对画面进行修正 而小米11U Ultra 虽然它的超广角 也有一定的微距能力 但和S21U相比 这个微距模式就有点凑数了 所以如果你想用小米11U 实现近距离的构图 以保证画质就会有些难度 这时候应该有人会想 那我用长焦镜头试试可以吗 这样既可以不用将手机 离被摄物体那么近 同时也可以实现近距离拍摄 和构图的需求 但不同于三星的三倍光变 可以用来当作强焦微距使用 这颗IMAX586为底的 五倍前望镜的最近对焦距离 达到了1米5左右 这意味着 这段距离里内 即使你在距离光内 选择了五倍长焦 而实际效果还是使用了 主摄材接或者是融合算法 这样就会大大损失画质 如果这时 相机在最近对焦距离的边缘 错误地掉用了五倍光变镜头 就会给你一种死活对不上焦的感觉 而三星不仅仅是三倍光变 在这一点上做得很好 十倍光变的对焦能力 也要优于小米11Ultra 而且S21Ultra的前望镜 由于光圈的克制 在拍摄一些演唱会 等舞台追光的场景更加实用 小米的五倍光变 很容易将台上聚光灯下的人物拍过报 需要在取景框内手动调节 而S21Ultra 可以说着实打实的演唱会神器了 所以落实到拍摄体验上 小米11Ultra在我日常生活 需要快速拍摄的场景里 很没有底气 一是缺少了一颗 在主摄和前望之间接力的中焦镜头 让我不能随心所欲的构图变焦 二是 由于三颗镜头的最近对焦距离 不能做到优势互补 拍摄过程中 总会在意镜头切换后的对焦问题 在占月的摄影用途中 或许可以通过物体摆放 或者机位调整来规避 但手机对于大多数人来说 更多是随手记录的工具 快速记录出一张好的照片 显然S21Ultra更为合适 所以两款手机的影像系统 到最后也没有熟相熟作之分 还是看个人的需求 如果你像我一样 就看中于快速的生活记录 长焦的用途 主要是用来拍摄宠物 或者演出之类的 三星S21Ultra更为合适 这颗三倍光变 在我看漫展时 承担了百分之八十的拍摄任务 但如果你更看中创作 就是需要一套上前极高的影像系统 那么小米11Ultra 绝对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而且前面我也说了 三星的照片偏下于加一点锐化 而小米基本上锐化程度为零 对于后期修图更为友好 屏幕前的各位 你们对于手机相机的需求 是哪一种呢 还是说日常扫码就够了呢 如果你只是日常扫码的话 我更推荐你选择小米11 在屏幕、SoC、内存等长过参数 都一样的情况下 还有着更薄的机身 和目前更为稳定的极限性能释放 同样的最高画质的原神 实测下来小米11的平均震率 要比小米11Ultra更好一些 而三星的性能释放就比较保守了 为了保证温度 会牺牲一部分性能 那除开两者的相机能力与外观 小米11Ultra和三星S2Ultra 两者在其他方面相比 又怎么样呢 毕竟随着三星S2Ultra的大跳水 港版价格已经下谈到 和小米11Ultra同一个价位了 相信还是会有很多人为此揪解 接下来我就简单的做一下 这段时间双持使用的总结 希望能给大家一个合适的参考 握持手感上 抛开后摄模组的影响 个人认为三星S2Ultra 是要右于小米11Ultra的 原因就是 小米右于前后的曲率更大 导致中框比较细 握持时相比S2Ultra有点割手 S2Ultra更宽的中框 握持起来更有安全感 屏幕方面 S2Ultra的LTPO动态调节刷生力 其实有点感知不强 唯一的优势是 三星在显示白色时 要比小米更加准确 但这并不妨碍 小米11Ultra上 仅然是一块顶级的屏幕 续航方面 2K加120Hz同时开启 再配上骁龙888 这就是目前最耗电的组合 系统优化的影响 几乎是微乎其微了 好在两者都搭载了 5000毫安的大电池 续航成绩 小米要略好一点 但一天的实际量平时间 两者都是6个小时出头 属于一个一般的水平 不过充电方面的体验 就完全不是一个量级了 或许三星的满血25W有限 一小时出头充满的成绩 也能算勉强接受 但无线充电真的差太多了 小米这个80W无线充电底座的速度 实测下来 15分钟能充进47% 和有限一个水准 如果有一天我换了SRA Ultra 那一定是我无法忍受 其缓慢的无线充了 值得说明的是 小米这个80W的无线充 并不能支持三星的15W无线换充 最多只能支持5W的功率 这种马达方面 三星主传了Z轴 这次由于将位置移到了机身上方 体验上有些许的倒退 不如小米11U的X轴线系马达 养生系方面 小米11U不会和小米11一样 有着后盖共振的问题 实际的表现 我这里录了一段对比 大家自行比较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相手を争う答えに疲れた 繰り返す今夜明けに崩れた さあ 捕まえたDaydreamで遅れたストーリーと 永久がどこへ叫び唱えても あれだとね声も零れない だからSilence灯すためと 最后关于系统 我手上这台小米11U Ultra 已经升级了最新的MIUI12.5稳定版 说实话 我能感觉到这是一个加班加点感觉出来的稳定版 毕竟原本小米11U根本不在第一批次的更新名单里 就比如MIUI12上还有的小横条动画 这一版上已经阉割了 进入复一品一样会卡顿那么一下 同时超级壁纸一样会出现一些bug 甚至还出现了我以前没有遇到过的全局毛玻璃bug 所以个人认为还需要几个版本的推送 MIUI才不会成为一个短板 不过你对云服务的需求不大 目前我还是比较占MIUI 好了最后做个总结吧 小米11U Ultra作为数字系列第一款来到6000档位的机型 我个人认为是很成功的 极具辨识出的外观已经能让很多消费者买账了 再加上小米一直以来的良心对料 哦不对 小米祖传的USB2.0接口还没有改 但听说是因为快充协议的原因 如果是这样的话还是比较容易接受的 说实话看着小米能够做出这样一款高端产品 我真的是越来越期待下半年的MIX4了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节目同学 别忘了订阅我们的视频频道 这里是晶天科技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